我在跟這隻愛里單挑 然後愛里這裡飆到我之後 我直接開個清醒 那我知道他接下來一定會 什麼 放一技 所以就 等他丟了之後我再扭 然後邊扭邊放招 他自己也覺得很怕 然後這裡一樣大絕開起來 就把他單秀掉了 對不對單秀掉囉 反正呢 再次強調 角色 只有你會不會玩 用不用得了 你能不能夠把他百分百 不要說百分百啦 百分之六十能夠及格 這樣子就好了 哈囉各位歡迎收看本期影片 最近非常多觀眾要數數來去拍 所謂的實戰教學 那我自己個人認為 就是 實戰教學這個東西 非常多 要怎麼說 我覺得 很多人的做法都是直接 我就不吝色的 就是直接講出這個 業界的這個 大家怎麼操作 好不好 通常大家就是直接 來去把自己的 實況精華 直接拿去 做剪輯 那這樣子當然是最快 最方便 就是因為呢 你自己當下打的東西 就譬如說你在直播上面 做的東西 做做效果 之類的 直接剪輯 請剪輯師 直接幫你完成剪輯 這個東西是絕對最快的 因為你不需要再額外 來去錄 這個 到底當時 你該怎麼打 怎麼樣來去做處理 會比較好 那 除了這邊呢 實戰的教學呢 我們就決定 會 這一隻角色 從一開始 該怎麼玩 以及你需要把握到的細節 然後以及呢 我們也會附上 實戰的 教學 讓你了解到說 當今天這隻角色 如果你擁有這些操作的時候 你該怎麼玩 OK 那 這個畫面呢 我現在不是要告訴你 艾琳怎麼玩 艾琳基本上 T0 好 那個 如果你要學的話 這個 到時候 到時候再教 但是我覺得 這隻角色不太需要教 OK 那但是呢 你可以發現一個東西 來各位 今天先問你們一個問題 你們真的 會 所謂的 你們手上 玩的 角色嗎 個人是打上一個 完全的 問號 之所以我們想要從頭開始教 然後一直到 實戰 附上 可能這一場的 這個分析 之類的 原因就是因為 你可以看到剛剛 所謂的 前面的那一個 小型的 這個 小會戰 二打二 那為什麼 我死掉了 原因就是因為 提米的大絕 完全沒有 放出來 對吧 完全沒有放出來 那我們這邊呢 直接一個大絕加凝霜 這樣子就可以帶走 問題就是呢 哎呀他沒想要幫我扛 就是 你要記得要有人幫你扛一下 然後我才可以走出來 所以呢 在玩輔助 或是在玩一些 任何一隻角色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 不管今天是 可能你看職業選手 為什麼很多人都會說 提米是一個毒藥 原因就是 因為呢 其實並不是提米這隻角色 弱 如果你覺得他弱的話 那就是你不會玩 為什麼呢 因為在 阿Pierre 這隻角色 出到爆 他帶中線的能力 實在太強 問題就是 為什麼 你可能會想說 奇怪 那為什麼 GCS就是大家一直失誤 很簡單 因為他大絕一直放不出來 GCS就是有一個 很奇怪的 問題 玩家啊 不管是職業選手 都是 大絕就是放不出來 這是事實 這是事實 不信的話你自己去看 BNG打1team的那一場 那一個提米 大絕從來沒有 幫 隊友開過 那我這一支 這場的提米呢 也是 就是一樣 就是他完全沒有為我開過 都是為了 自己 以及呢 等一下我們會再 給你們看 其他的 一些 比如說我們今天 你努力打 因為我知道 大家遇到的狀況 基本上都差不多啦 基本上都差不多 就是你單排的時候 遇到的狀況就是 哎呀 隊友怎麼都不來呀 什麼之類的 那像同一場裡面 你看這個提米 衝出 莫名其妙突然就衝出去了 然後為了自己開大絕 但是這個東西 其實沒有什麼意義 因為在那 當下呢 我們人不夠 而且我們全部人的狀態 都是under的 全部的狀態都已經沒有了 所以你這時候出去 不管你是任何一支輔助 還是誰 都一樣 你一定會死 你一定會死 因為你 隊友 狀態就 已經沒了 我跟你一起出去 全部都一起下去 對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所有人的狀態都很差了 然後你就算有一隻提米 衝進去復活 那又怎麼樣 我一下子就被你打下去了 我一下子就 庫路背開 然後庫路背開 又庫路下去 對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所在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呢 很多人都會覺得 啊這隻角色不能用啊 什麼之類的 然後有一些 角色啊 明明就是 看人家玩 玩得很強對不對 但是你玩起來 可能就不是那麼強 可能你會覺得他很 但問題其實 出在於 使用者 因為 角色這個東西 基本上 你只要會玩他 他不會到太飛 那種意思 你只要有一定的觀念 他不會到太飛 就像今天呢 你只要領悟到 一點點的這個 你看然後 情況又是一樣 有沒有 你們永遠都是為了自己開打 然後都是在死在那種 超奇怪的地方但是我們這時候呢 直接打出去 順 反正呢 這種東西都是基本操作 基本操作 那 這個 反正 就是 以前面這一 以前面這一個為例子 就是這隻提名 是不會玩的 就是完全沒有放到 那以輔助位來說 他也不會 但沒關係 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場 另外一場 我從一開始選角 就直接問你 你覺得誰會贏 來囉 OK 那接下來這一場呢 很莫名其妙喔 首先呢 我先問你們 你們覺得 雙方陣容 現在已經全部都鎖下去了 你覺得誰會 左邊還是右邊 輸入在左邊 就是我是那一隻愛玲 開始就跟你們提醒 我已經 踢零角色 好不好 可以走中路 然後基本上 你在反邊的話 記得把它給騙掉 不然你遇到 如果像是 輸出的話 我已經輸出 輸到爛掉 一直打 一直打 我愛玲基本上每一場輸出 都是35%起跳 真的不誇張 就算輸了 也是35%起跳 絕對的 因為這隻角色太強了 來 給你時間思考完了 你覺得左邊還是右邊會贏 我先跟你們說喔 右邊那是愛玲絲中路喔 右邊那是愛玲絲中路喔 我們這裡左邊是不是看起來正常多了 對不對 是不是看起來正常多 我們有T0角色 艾玲 然後呢 菲尼克 最近呢 也非常多玩家來去做使用嘛 對不對 高端玩家 直接選手都有來去做使用 趙雲更不用說 對不對 原本就有人在做使用 再加上這一次魔眼的 感動 他傷害是不是很高 對吧 OK 那右邊的陣容看起來就 恩恩恩恩 恩 就 光是愛玲絲中路 你可能就覺得 這是什麼東西啊 對不對 OK 那 基本上 我相信大家的想法一定都 跟我差不多 左邊看起來就是比較強 我們這個陣容看起來就非常 但是呢 實戰的時候到底會長什麼樣子呢 來我們來看 來各位我們看這一波 這波呢 趙雲蹲在這裡 趙雲蹲在這裡 順利擊殺了 但你有沒有覺得哪裡怪怪的 你有沒有覺得哪裡怪怪的 這趙雲接錯技的 你沒有發現嗎 趙雲接錯技 還沒發現的舉手一下 趙雲接錯技 來我們跳回去看一下 來這裡 首先呢我們停格在這個地方 OK 趙雲蹲好了 然後呢 我這裡 我剛前面是直接把這一個 這個就是義式啊 直接把這一隻 莫托斯給他逼出來 因為我一技能在丟在這邊 然後他就強迫露頭 然後呢 我之後開個大絕 演一下 讓他覺得有機會 然後就往後拉 拉到趙雲可以進場的地方 但是 他這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他先開了魔眼 這個大絕絕對打得到的 絕對 大絕絕對打得到 他先開了魔眼再開大絕 你有沒有覺得 哪裡接錯 沒有接錯啊 叔叔沒有接錯 答案就是呢 在這個情況當下 你絕對可以大絕大到敵方的情況的當下 你戴魔眼是為了可以讓你的 趙雲大絕 打出更高的趴傷 然後以及呢 這個卡莉哪裡出了問題 他不應該在這個時候開大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不應該在這個時候開大 開錯了 他要在什麼時候開大 因為你要壓迫敵人 所以這個時候開大完全沒有意義 完全沒有 因為敵方原本就出不來 那你要等到什麼 兵線 送進去的時候 兵線送進去的時候 然後你再開 就是這個 譬如說這個時候你再開大絕 把人給逼退 然後這樣子 我就可以來去拆塔 所以在前面這個 這一段期間 你看喔 這個大絕基本上 是什麼東西都沒有 你完全打不到敵 完全沒有意義 完全沒有意義 這個大絕等於就是空招 就跟前面提米空大一樣 沒有意義 所以呢 壓塔這種東西 等於是說他這一 他在這一波會戰裡面 什麼事情都沒有做到 就是這樣子 所以呢 今天這部影片 我要讓你知道的一件事情 之所以我們接下來的實戰影片 可能會讓你覺得 蛤 有點難 但是呢 我必須 把它做得非常的完善 好那 所以也會花比較多的時間 來去告訴你說 這隻角色的細節 以及呢 你在接技的時候 你到底該怎麼接 然後 當然實戰這個東西 絕對會有的 就是實戰的教學 到底該怎麼做 那反正呢 這一場 我先跟你們說 我們是輸的 我們是輸的 雖然我們下路看起來很順對不對 看起來很順 然後那個 愛麗絲看起來 硬硬硬硬的 對不對 中路愛麗絲覺得 哈囉 對不對 但是呢 這場 我們 是輸的 對不對 你可能覺得 不可能 來 我等一下看你 什麼叫做 有可能 那首先呢 各位可以看到 我現在自己在壓上路 對不對 我在跟這隻愛麗單挑 然後愛麗呢 這裡不要到我之後 我直接開個清醒 那我知道他接下來呢 一定會 什麼 放一劑 所以就 等他丟了之後 我再扭 然後邊扭邊放招 他自己也覺得很怕 然後這裡一樣 大絕的開起來 就把他 單秀掉了 對不對 單秀掉了 單秀掉了之後呢 我們這時候其實可以來去做什麼 其他隊友就可以來去 拆塔 對 所以呢 你去拿物件啊 拆塔啊 這個東西 在這當下 他們做的東西 是對的 完全沒有問題 完全沒有問題 像剛剛那一波 就是你會發現 這一個 如果你自己去看RP的話 你就會知道說 這個地方你是對的 可是很多人沒有發現的地方 很多地方都是錯 像 其實趙雲 他這場 就是很多這些 基本上都是解反 他都解反 就是他的 他趙雲帶魔眼 打不出傷害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解反 那我們 之後或是之前可能會出一集 那個有關於趙雲 魔眼的這個東西 到底 你在 會 你在實戰當中 到底該怎麼用 以及你要打出最高效率的時候 你該怎麼做 就是 我們會 參加給你 然後這個就很明顯 大家沒有看到我的 人頭在上面 就是沒有 大家都沒有在注意說 這裡 我已經在上面做壁滴了 這裡下路就拉著打就好 但是他們選擇了直接進攻 那就是沒有什麼必要 就沒有什麼必要 然後我們這邊 一樣 看著人 我們就只會退到底了 就不用想太多 然後呢 我這時候一直提醒他們 因為他們這時候有點那個 不知道在幹嘛 然後這個飛行客也是一樣 就很明顯這個草叢 就是不能踩 就是你就是 沒有隊友去踩的情況下 你就一直這樣子出去 一直在麗絲中路竟然就把你給鳥掉了 你可能會覺得 麗絲中路什麼什麼屁你知道嗎 但是 對啦 我也是 我也是覺得 這隻腳色可能 蠻好處理的 但是問題就是 他就把我隊友全部殺了 他雖然碰不到我 但是他可以把我隊友全殺 哈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就是什麼 你看到角色的時候 其實你根本就 不了解到底該怎麼玩 以及呢 在實戰的時候 你根本就不知道 影域 地圖觀 之類的東西 完全 GET不到 那這裡呢 輸出被禁了嘛 對不對 那沒關係 我這邊呢 努力手下 自己的外堂 因為遊戲 就 將近那一點就是這樣子 好 將近那一點就是 遊戲 再怎麼樣 因為我輸出單排嘛 你能做的就是 想辦法自己把遊戲給救起來 想辦法把遊戲 那我們這邊一樣 Poke 敵方後排 主要就是Poke 敵方後排 然後這裡呢 對方退了 然後這個中兵呢 一定 可以清嘛 那這個莫托斯有復活甲 這我們一樣 還他 大絕 一下 拉掉 這樣子就好了 輕鬆的 就是讓對方完全碰不到我們 但是我們就可以跟他保釋 移進去 然後在這裡 又是對方 到底為什麼可以這樣子 來去投這個草蟲勒 我這個真的覺得很莫名 奇妙你知道嗎 反正呢 這場我們也輸 這場我們也輸了 好 就是 要搞掉做什麼 但是沒關係 最後呢 我們來做個總結 OK 最後呢 對 我們輸了 左邊 就是輸 這一對輸掉 今天呢 我們就放那個 輸掉這個局 然後呢 最後面 印證這個 輸真的沒有跟你們在那邊 吼小好不好 真的每一場 只要我選出愛理 就是 35% 38.2% 喔這個 反正最常也是 就是 對 不好說 超慘的 妖虛我 然後 39% OK 大概就是這樣子啦 反正呢 沒有廢角 只有你會不會玩 只有你會不會玩 然後對應的角色 就講這樣子 所以呢 各位 不要再說什麼 啊 這隻角色什麼 能不能輸 不能輸 什麼 什麼 提米啊 就是很爛啊 什麼 什麼 重點就是 提米這隻角色是 何以用 不過你就是 以具世界史聯賽來說 確實用的不好 你不得不承認 確實用的不好 那大學都不知道 開到哪裡去了 對吧 那這隻角色的容錯率 就是低 那所以呢 你不能失誤 那有沒有人玩的好意喔 泰國 越南 沒有 越南沒有 泰國玩的超級好 RPL 到時候就看 幾米這隻角色就是拿來搶中線 搶中線超強 然後 再來就是 大學 開不開得到 GCS 我看那個 ONE TEAM那時候在 GEO賽在玩的時候 是看不到 反正呢 再次強調 角色 只有你會不會玩 用不用得了 你能不能夠把他 百分百 不要說百分百啦 百分之六十 能夠及格 這樣子就好 能夠知道說這隻角色到底如何正常的捷技 能夠知道說這隻角色他的定位到底在哪裡 能夠知道說今天這隻角色的配裝 我配出這個裝的時候我到底該怎麼做 這個都是基本的 然後再來就是 看 第五 我相信你只要符合這幾個點 上水看結局是輕輕鬆 輕鬆到不行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你有一些特殊的理解 你能夠 上得更快 就是不要 死鴨子水 你就覺得說 啊這隻角色不能出什麼的 菲尼克很爛 傷害很低 我跟你講 那時候呢 菲尼克 0328改版的時候我立刻說菲尼克這隻角色覺得可以上123 我心裡的話你們自己 幫我去找 一開始大家就說啊這隻角色傷害太低了會出不會出不會出 對不對 然後結果 後來玩玩玩玩 很多 知名的實況開始覺得 這隻角色真的很強 可以用 像 我舉個例子 而立刻發現 那時候他也發現了 這隻角色絕對可以出 他也說了 他在他的直播上面也有說 然後直播那個 影片也有說 菲尼克可以出 但是問題就是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他到底怎麼玩 出了 但是你不會玩 你就覺得他很爛 那爛的並不是這隻角色 我們舉個例子 呂布打葉娜強不強 我問你們一個 呂布打葉娜強不強 屌打 屌打你知道嗎 絕對屌打 呂布絕對屌打葉娜 但問題就是他如果打不出什麼東西 完全打不出來的話 那隻角色 Counter pick 就沒有意義 所以你要了解說 這隻角色到底為什麼我可以扛他 我要怎麼樣來去使用他 這個就是我們之後的實戰環節會告訴你的東西 以及呢 當你今天如果處於弱勢編的話 你該怎麼做 有不一樣的打法 每個實戰都有不一樣的 那我之所以都不放 今天都不放這些 比如說 像 這些 剛剛好幾張照片 好幾張這個 對戰的 這個 戰機 每場數 都輸到爆 我們基本上那幾場 全部一定都可以做成 那個 精華 對不對 但我全都不要 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沒有意義 在這一 在這些場次裡面 就算我打得再好 但是對方基本上沒有做出什麼 那樣的反抗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 那就是 那就是一個 順到爆的一個場次 你選不到東西 之後的實戰影片 我們都一定會讓你知道說 這隻腳石到底該怎麼做 以及呢 再 或是出一些特殊的 組合陣容 讓你知道說 再出這個組合陣容的時候 你可以怎麼做 以及 今天這個裝備 到底該怎麼樣 來去做使用 那 會花非常多的 第一個時間成本跟人影成本 絕對的 但是沒有差 今天講真的 你做影片 不開實況的 那種都是賠錢啦 除非你自己剪啦 那叔叔不 當然沒有那個 沒過時間自己剪 那當然 賠錢沒差 反正呢 叔叔本業不是這個 我自己喜歡 我自己喜歡遊戲 那我想要分享 給你們 然後我就分享給你們 那反正呢 我們 今天就是 最近收到很多 觀眾的要求說 叔叔我想學實戰影片 好沒有關係 我直接教你 那我也不剪那一些什麼 直接的那種 清華給你 因為我覺得那都沒有意義 那都沒有意義 你學不到東西 因為我只是帶順風給你看而已 那個順風常這樣 你就會了 結果你打下去 你心裡根本就不會 以及角色 你其實根本就不知道 到底該怎麼弄 我會直接糾正你 我會直接告訴你 到底該怎麼用 比如說趙雲 那個魔眼 什麼時候 是可以魔眼單獨開 什麼時候是要大絕 直接敲下去 再開魔眼 這個之後呢 我們趙雲的那一 會出 先跟你們說 會出一集 趙雲 魔眼 的這個東西 如果各位喜歡 記得按讚訂閱 加分享 然後我今天也都 不廢話了 最後廢話太多了 抱歉啦 但是我真的想要傳達很多 觀念給你們 然後再次跟你們說 很多人 根本就搞不懂 因為你沒有在做YouTube 你根本就搞不懂 影片的時常 這個東西 YouTube的影片 只要到八分鐘 你就可以 插口告了 所以很多人的 影片都是 只有八分鐘 就可以插口告 原因就是因為就可以符合YouTube的機制 但為什麼輸 就是會把它拉得比較長 因為我裡面其實講了很多 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再來就是 你做比較長 因為簡直是不用錢 最簡單的就是我直接開直播 然後 每一場有沒有 每一場精華就剪個 直接這個整個 直播檔 基本上 一天就可以生出好幾個 這個精華了 然後直接丟給剪影師 剪影師 我就跟他說 每一集八分鐘 我一天至少可以生出兩支影片 但為什麼不這麼做 沒有意義 那我們頻道 之後就會秉持這個 秉持這個信念 繼續經營下去 然後各位 也不用抖內給我 那個 那個什麼 YouTube不是那個留言可以抖內 不用 謝謝 不用 因為 我覺得 我們今天做YouTube 對我來說啦 不是賺錢 我就是 純粹真的就是做個興趣 叔叔早就已經 也不能說不需要錢 錢越多對不對 錢越多越好 那我們就 下次見囉 掰掰